大家早安齁 我們今天非常早是起床 也沒有時到齁 然後往學廠出發 那現在我們先要坐這個 街駁巴士 Shadow Bus 我們也買好我們的 零食的一個早餐 要四個小時對不對 對 總共車程大概快四個小時 這種炸物是不可缺的 那種超商的炸雞就是好吃 這個就是好吃 就便宜 這個是我們兩個人的份子 對 我們兩個人 那我們先上車啦 上車後就是四個小時 我們現在要去高雄 搞一下 從台北到高雄的概念 我裡面還是在學話 到那邊的房間再換就好了 到那邊的房間再換就好了 我們已經上車了 接下來就是四個小時的 四個小時的 車程喔 後來在這邊舒服 非常的折磨 現在8點08分 8點15分出發 7點今後見 中午 對 大家看這個轉場很快 有沒有 咻 四個小時我們到了這樣 那其實我們很痛苦的 沒有 你時間走如果跑就咻 沒關係 四天後會 因為我在台灣 不要 沒有 現在在休息站 那我們的巴士現在停在休息站 給我們下車尿尿喔 然後 現在越往越山上走 喔 雪開始下起來了 雪開始下起來了 非常的冷喔 這樣風吹過來 我的手又蠻凍的喔 所以現在呢 我們先去 廁所 然後等一下還有繼續 還有剩餘的行程要走 趕快到那個 雪場那邊 那 好了 我們已經到了二世谷了喔 現在我們要先走到我們的飯店 那 之前的飯店是要住這一間 很貴很貴的這一間 很貴 那後來因為 考量到預算喔 所以我們就改住到另外一間飯店啦 但是唯一的缺點就是要走個100公尺 100公尺而已喔 對 對 我們走個100公尺到飯店之後 趕快整理一下 我們要出來出雪去啦 趕快出發啦 現在已經到我們租了飯店了 那 那 現在等check-in check-in完之後 我們就趕快去租雪具了 外面的雪景非常漂亮 到我們新的住的地方了 這邊是 哇,有個大的view 哇,真的很爽啊 這邊是我們中島的廚房、客廳 這邊可以做休息 剛才這邊 這個是不同的房間 我們總共有三間 在這邊可以把電腦放在這邊 這邊可以看電視,喝酒 這裡 這是獨立衛浴耶 然後出去... 這間view最好了 好 我們現在要去住學區 住完學區去吃飯 OK 我們去去 看看 你去看 我去看 你去看嗎 你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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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熱了 你也這樣防備學校到 好 好的 我們已經從飯店搭車過來 Niseko Sports Niseko Sports 來租雪巨 然後租完雪巨之後 要去吃飯 OK,那我們先把雪巨搞定 等一下,你看你太太 哇,這就是很會滑的樣子 但是滑雪不是這樣子 滑雪? 還是先吃飯 600 吃飯,然後再去買車 我們找了老半天 終於找到有1400排隊 那我們點了 壽喜燒 還有一個定食 好 居然餓到先吃白飯加蛋黃 我們明明是在吃肉喜燒 好 好啦,很快的我們吃完了 但這一餐我們沒有吃到飽 我們吃得不餓 因為等一下怕要滑雪 吃太飽了想睡覺 那我們下一站就是趕快去出雪巨 滑雪的雪巨趕快弄完 然後還要再去超市 準備晚餐的食材 一起把它買回去之後 再出發去滑雪 那這個滑雪呢,是目前 北海道這邊25是可以夜滑 所以是可以滑到晚上 那我跟發條晚上煮什麼東西呢 我們邊走邊想 可能是創意料理 可能不是正規的料理 我們就... 沒看啦 煮泡麵 煮泡麵是最快的 先出發超市 出發超市買今天晚上要用的食材 蛋糕喔 你打得好可怕 我去打到賽 唉唷,你打到賽 來來來 你這樣手不會冰嗎? 會啊 但是我用這一個要殺死的衣服 這種事情 不懂啊 希望大家比較有視覺 因為... 你... 你不知道是... 下面到底是誰 石頭還是偶像 跟任務 所以呢,我現在示範的這個事情 是非常不建議大家投資的 好,眼鏡在哪裡 眼鏡在哪裡 在這裡 好 好 快 好,來喔 雪拓 我的眼鏡在哪裡 雪天使出現了 雪天使出現了 哇 哇 起不來 欸,真的有在玩耶 怎樣 阿三里中狗 OK,我們現在在超市採買齁 買了哪些東西呢 這是晚上要煮的 這是... 黑熊 拆買完之後呢 現在要去租雪具了 沒關係 對,先不用買很多的 租完雪具呢 就要回飯店 然後著裝廚房 好啦 我們booking好啦 現在要來租雪具啦 booking其實是很麻煩的 然後這邊基本上就是日語跟英文 好,那我們來找店員 其實我覺得滑雪豬裝備 最重要真的是鞋子 鞋子絕對要合腳 然後包覆的非常的緊 一定要合腳 這邊就有一個慘痛經驗 切身之痛 上次鞋子呢 我就是裝得太大了 所以在下來的時候 我沒有用前面去刮的時候呢 腳趾頭沒辦法卡住 所以施力點就完全不對 然後就變成我的小槌子 前面的肌肉 大量的拉傷 各位看我現在的裝扮 就知道我已經租好了 然後我們現在回到飯店 把他放那個雪板 把他放到置物櫃 但是我沒有那個製作耶 我也沒有 我們帥氣的不得不哥呢 終於要滑下來了 好帥啊 這是在炫耀嗎 好希望他跌倒了 可是他沒有 帥 好啦 我們晚上的這個 複習之旅 複習滑雪的 時間已經結束了 我們大概都找到的感覺了 什麼感覺 就是當初滑雪的感覺 大概都記得怎麼滑了 然後不會滑的人呢 也學會基本功 哪些基本功 就落葉飄的第一次 正面煞車 OK那我們期待 明天我們在練習的狀況 每天都有進度 晚上呢我們要吃火鍋 好我們趕快回飯店 我們已經滑雪回來的 回來之後要做什麼 補充熱量 沒錯 補充熱量 今天為各位準備的料理是什麼 我們幫大家吃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這樣子 這個中辣的泡菜鍋 泡菜鍋的湯裡 然後我們去買了很多肉啊 然後當地的一些野菜 哇你看這個大蔥 非常的甜啊 這個來日本一定要吃 那待會呢 就用這一個小廚房 來煮我們今天要吃的晚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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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你來還是 對的要認真 那是飯呢 今天晚上做的是那個 這個是泡菜嗎 泡菜鍋 泡菜鍋喔 然後我們來日本呢 用了日本當地的這邊的食材 包括說 我們最愛的 這個蔥 然後 豬肉 還有 日本的豬肉北海道產的喔 這些呢 都是我們今天晚上的 冰客啦 坐上冰 啊 那我在旁邊負責幹嘛 嗯 我就負責快速了 好 我們大蔥在煮呢 最爽的就是這樣子 啊 沒有了 沒有了 你今天要收我好心情嗎 為什麼來這邊還是要收我好心情啊 我今天要玩Apple Music 又在 我比較好嗎 那要好嗎 一大堆 他就說 他就算我那種的 他就算我會用 但是他就說 但我真的很想養 他就算我用了 他就說 наверное 他就算我用了 他就算我用它 他就算我用 他就算我用 Stella 炒熟 可以錄嗎? 我們這個收音這個到時候要剪 它可以用音樂這樣帶就好 屋頂 專業 包裝 木村 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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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